那你在去美国之间没有任何的想法 我要打入美国的影视圈 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之后的话呢 试错了一圈了以后 我觉得还是这个东西 我是喜爱的 仍然是知道 作为一个演员的话 是很难立足的 那我想那么就转成幕后吧 于是上学就学的是电影制作 之后虽然说我没有从事太多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它对于我的表演来说 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编剧是真正真正很伟大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一个伟大的编剧 可以帮助一个平庸的演员 一个再伟大的演员 拯救不了一个平庸的剧作 那你在美国那么长一段时间 你能够知道内地影视圈在发生着什么 不知道 那个时候英特网还没有那么的发达 唯一的一个让我感觉到惊诧的是什么呢 是大宅门 我去美国的那段时间 虽然说是出国潮的接近尾声 但是整个的中国的各个行业 它都是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 影视圈其实那时候也是比较低谷的 我爸是2001年的时候 他去看我的时候 给我带来的一套铁片 就是觉得哇这个整个就是他的那个制作精良 讲述故事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原来我离开了这么短的时间内 已经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 大宅门是让你真正开始动了一个念头 回来的一个想法 对对对 01年 然后紧接02年我就回了 我一个同学做制片人拍一个戏 然后呢说你要不要回来 我说好啊 然后呢钱也没钱 都不够机票钱吧 对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机票钱 那时候很坚决就回来 回来以后仍然就觉得OK 技术手段有所改变 但是整个的那个感觉 还是我才知道 OK大宅门也是属于那种 凤毛麟角的这么一个作品 但是呢仍然就是觉得 这是我将继续从事的一个行业的时候 也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 我要适应这个生态 你再回来又有水土不服的感觉吗 没有太有 这个行业的人还认识你 有一小部分的人认识 但是呢你认识你和 真正的请你来去参与的这个度 那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个心理准备你是有的 没有 你总是觉得这个落差 这个过程 它是会很快很快很快 对接上的 结果这个对接的过程是十多年 你这个说的有点 真的 地想是